今年美國和西方大國的民主政治出現的複雜局面 讓我不敢想到在美國和西方的這個困難時刻 習近平若能夠利用中國國力全面支持烏克蘭 迫使普京接受戰敗的現實 豈不是既維護了正義 又幫助中國走出嚴重的經濟困境呢? 當然直覺告訴我習近平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問題是為什麼他不會做出這麼明顯符合道義 也符合理性的選擇 而偏要選擇與天下為敵與正義為敵呢? 簡單化的解釋就是 習近平要能夠做出這樣的選擇 當年就不會被中共選為接班人 或者若果他真的選擇正義 很快就會像胡耀邦、趙紫陽一樣被趕下台 我接受這個邏輯 但是問題是 這個邏輯背後的邏輯又是什麼呢? 這個是當下很多人都會思考的問題 我注意到曾經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有個尖銳批評的英國學者格雷 近年發表了不少著作和演講 對全球反動潮流湧動的人性和文化背景有比較厲害的否釋 最近我更加看到了他和福山的一場精彩辯論 格雷的基本觀點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相當一致 也就是說他認為西方將自己獨特的歷史經驗做了過於普適的解讀 特別是福山代表的傾向 即是認為新自由主義將會終結歷史的論斷 存在嚴重的認知缺陷 因此今天西方文明和世界秩序面臨的嚴重危機 和西方文明的認知錯誤是有關係的 沒有西方文明的天真和智庫 今天的世界或者不至於如此危險 格雷對自由的西方文明提出終局 一方面要準備接受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制度安排 同時也要準備應對包括打核戰爭這樣的對抗和災難 也就是說自由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放棄自由主義 而這樣必然意味著衝突乃至災難 在這個背景下 辯論主持者提出了一個很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 這就是文明衝突最好的可能性是什麼呢 這是格雷無法回答的問題 它只是含蓄地指出 核武器的存在是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的風險 事實上習近平的中國作什麼選擇 對全球地緣政治可能的風險是最大的變數 也正因為這樣 習近平正在超過毛澤東 成為世界最知名的中國政治人物 而我們知道 如果毛澤東擁有今天中國的實力 是不怕死人的 那麼習近平呢? 我相信習近平和毛澤東不一樣 他今年已經反覆地向美國和西方 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 就是他不會打台灣 這個或者和他沒有毛澤東那麼深狠有關 但也和他治國無能有關 大家看到 他已經放棄了重振經濟 並繼續清洗不忠誠於他的高級將領 不惜令到全軍都無心作戰 也就是說 在這個歷史關頭 習近平的無能 給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一個 自我調整的窗口期 這個窗口期可能不會太長 因為中國的內部危機 是不是會失控 誰都無法預料 但這個窗口期 對於美國和整個西方民主政治 重建共識 重拾信心 就非常寶貴 西方民主能夠穩住陣腳 第三世界的經濟 就能夠繼續成長 那既減少了中國經濟徹底崩潰的風險 也都減少了整個世界地緣政治衝突 惡化的風險 以上是梁京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胡瑞南 俺隊友堂 我是胡瑞南 那為 nan ギ兯 inental 我的 二 兩